这边经过我们两个多月的精心照顾 摔断了腿的俄罗斯丈母娘终于是可以站起来了 但是由于俄罗斯这边的医生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助恢复 所以我们就打算带丈母娘去中国试一试咱们的针灸 但是俄罗斯丈母娘却说她还有别的安排 8月份打算去莫斯科和黑海边看俄罗斯大姐姐和二姐姐 飞机票和火车票都已经买好了 这次就不跟我们一起去中国了 她想等着俄罗斯大舅哥10月份休假的时候 和大舅哥再带上邻居妹妹一起去中国旅游 让我现在在这边快点帮他们把去中国办签证的文件都准备好了 我现在正在帮这个俄罗斯丈母娘大舅哥 还有那个邻居家的阿姨预约办去中国的签证 因为他们下个月去伊尔库斯克临时馆的这个火车票都已经买好了